现在总结了戒除邪淫的几种方法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一首先要对邪淫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 学佛网戒除邪淫这一版上有很发露忏悔 看看真人真事 各种教训惨痛而深刻 才能生起坚定的信心 真切忏悔自己以前的罪业 二戒除过程中 有强烈欲望生起时 马上念南无莲花遵风如来 可立即断除强烈的欲望 此佛圣好灵验无比 如果念佛号后仍邪念不断 可上戒除邪淫论坛 看各位师兄的忏悔贴及种种开示 真人真事的惨痛教训 会深深震撼自己的心灵 从而坚定戒除的决心 同时浏览这些文章时 也是在转移注意力 从而达到降低欲念的作用 欲望降下来后 去跑步 打球等运动 使身体肌肉劳累 自然不会再生欲念 三戒除一段时间后 如果还会在梦中 见到各种邪淫之境 导致遗经 这可能是要插诸恶鬼神 扰乱所致 可在睡觉前念 难无无忧 最盛吉祥如来圣号 我的经验是如果睡前有邪淫之念 担心睡时梦一时 就先念难无无忧 最盛吉祥如来圣号三十分钟再睡 当晚睡觉就不会做邪梦 比佛是尊行菩萨道时 发四大愿之一为愿我来世的菩提时 若有众生 常为要插诸恶鬼神之所扰乱 夺其精气受诸苦恼 若闻我明至心称念 犹是利固 诸要插等息皆退散各起慈心 解脱众苦乃至菩提 常念此佛圣号 还可感得如意善眷属 四 消除过去邪淫果报 常念难无月光如来 可消除过去世或对方乱搞男女关系 等种种邪淫果报 五 迎念心特别重的人 请多念难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可降伏迎念之心 六 睡觉时可将脚伸在被子外面 让脚底凉快 可减少梦意 睡前觉得脚热的 可先用凉水泡脚三十分钟再睡 一中医理论 梦宜多由香火赤胜导致 而香火通脚底心的涌泉学 脚底凉快可轻降香火 七 转移注意力 下了决心借淫的朋友 不要老想着借淫 集中精力到工作学习上来 给自己设定工作目标 一心放在工作上 对政治 时事感兴趣的朋友 可多关心国星号加时事 把心思放在国际 国星号加民族上 开拓自己的心量 八消除意淫 平时多行善事 做有意义的事 有空闲时多读圣贤书 勒凡四训 太上感应篇原文 弟子规 三世因果文 佛说时善业道经等 这些书可以读很多遍 每次收获是不一样的 就如果可以 可念诵 《地藏菩萨本愿经》 念诵此经功德甚大 将功德回向给累世的怨亲债主 求他们原谅自己曾经的过错 坚持念诵 可感得精神清爽 正气充身 事业 情感顺利 身体健康 十道寺庙去捐钱 印佛经善书 放生鸟鱼归别等 放生前给他们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 十一平常生活中 不说淫秽之语 归劝他人莫犯邪淫之事 能劝一人回头便是功德无量 何况多人 十二尽你最大可能 向别人介绍 推广宣传邪淫可能带来的危害 比如将本文或其他类似的资料 通过一切你所能够的形式 向更多的人传播 包括 转帖到各大论坛 QQ群 印刷成小册子送人 等等 参加